高能宇宙线起源是一个世纪未解之谜 近日中日合作西藏ASγ实验 观测到迄今为止最高能量的弥散γ射线辐射 且弥漫分布在银盘上 该成果也成为了百年宇宙线起源研究的里程碑 宇宙线是来自宇宙空间的高能粒子流 而能将宇宙线加速到PV能量的天体 也被称为π电子伏特宇宙线加速器 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得到观测证实 其主要困难在于高能宇宙线粒子 在银河系传播过程中 其运动方向会被磁场偏转 因此无法搜寻其源头方向 但高能宇宙线在传播时 可以产生的高能伽马射线 却能给科学家指明方向 银河系处处充满了磁场 而这些宇宙射线它又是带电粒子 带电粒子在磁场内被偏转 它就失去了原来的源头的方向 到达我们地区的时候 我们观测到的方向 早就已经不是源头的方向了 可是这里面有一种粒子 叫做银河系线 它是中性粒子 它就不会受到赤场的影响 不会受到赤场的偏撞 它的这个逆推回去的方向 就是源头的方向 所以因此银河天文和银河系线 也就被作为寻找对应的天体 一种很好的方法 为此中日团队与西藏阳八景 国际宇宙线观测站合作 开展了西藏ASγ实验 利用自主开发的创新型地下 缪子探测器展开探测 干嘛射线被淹没在宇宙射线 满满的大海里面 大海捞针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之前的探测器它们的灵敏度不够 要排除掉这些大量的宇宙线背景 是很难的一件事 所以我们就想到 我能不能花名一种探测器 上面是2.5米深的土层 土层下面是水 7人口口喵止探测器 可以通俗的理解为 就是一个大水池子 里面装上我们的 大型的观念被扔管 这个探测器 它起到漏斗一样的过滤作用 把大量的 我不要的宇宙射线的背景 给排除掉 挑出纯的干嘛射线 经过探测 西藏ASγ实验 在银盘上发现了 超高能弥散干嘛射线 就像是拍电子福特宇宙线加速器 在银河系内留下的一串串足迹 是其存在于银河系的重要证据 我们生活上面 也是欢欢面面有应用的 所以我们去寻找 这些宇宙线的起源 也是为了 就是发现自然界里面的规律 推动人类 这个对自然界的了解 这是国际上第一次发现 就是拍电子福特的宇宙射线加速器 在银河系内确切存在的实验证据 而且还是弥漫在这个银盘上 这个重大的发现 也为下一步探索宇宙线起源 以及昏布的规律 打下良好的基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